西伯来书第三章 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是我 叹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